好了朋友们 是时候聊下这个话题了 在过去五年内 只要您还保留着听歌上网 看电影的习惯 应该就不难察觉到 八十年代的复古文化 正在以浪潮般的态势 席卷着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审美 反复是在一夜间 尼红灯 紧身衣 合成器 就充满了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落 红蓝搭配 变成了海报里的常规配色 然后就是配合着红蓝画面的 牛腿 牛腿 和 牛腿 好吧还是有点酷的 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影视领域 在电子游戏 音乐 服装设计 甚至是公众号和视频频道的包装上 我们也都能感受到 来自八十年代的印记 说实话 确实是有点审美疲劳 但是我总是觉得 这应该不仅仅是一个 喜欢的人少就很酷 喜欢的人多了就不时髦的事情 我们到底为什么痴迷于复古文化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现在 在今年最受主目的CDPR大作 赛博朋克2077即将发售的日子里 我想借赛博朋克 近年来的怀旧风潮 和大家探讨一下 怀旧文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首先我们要知道 怀旧并不仅仅是 我们这一代人 落语去做的事情 就像八十年代的文化代表 星球大战 实际是乔治卢卡斯 献给自己童年的一份礼物 回到未来和小丑回魂里呢 也有一部分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 在四十年前 正式拉开帷幕的赛博朋克运动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怀旧参考 我们都知道 有两部作品经常会被我们奉为是赛博朋克文化圣经 一部是1982年上映的《银翼杀手》 一部是1984年出版的《神经漫游者》 他们几乎是同时 为后世作品提供了视觉和哲学上的完美范本 有趣的是 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者 曾经在多年以前有过一次难得的会面 根据威廉·吉布森的回忆 他与雷德利斯科特在那次的会面中 谈到了各自作品的视觉参考 两个人把各自的灵感来源一列 结果竟然发现完全相同 这些作品 包括当时盛行于欧美科幻圈的《嚎叫金属》杂志 《东京与香港的城市警官照片》 还有流行于好莱坞四五十年代的黑色电影 黑色电影 或者说硬汉小说 对于赛博朋克作品中的角色塑造 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如果你读过钱德洛或者哈米特的作品 应该对这样的角色并不陌生 他们是常常读自行事的硬汉侦探 工作性质与道德取向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这些角色既服于上层权贵 又与下层的犯罪分子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他们的做事方法有着一套非常明确的准则 但是直觉却常常将他们拉向对小人物的同情 他们一方面渴望自由意志 愤世嫉俗 骨子里带有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与毁灭气息 可以说赛博朋克作品中 角色时常流露出的那种 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疏离感 皆来自于黑色电影 不光是角色塑造 早期黑色电影中 对于城市和街道犯罪气息的描绘 也深刻地影响着赛博朋克作品 我们甚至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赛博朋克就是把黑白变成霓虹 把侦探替换成黑客的高科技犯罪电影 哇 行行 差不多得了 所以通过上面这些例子 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 即便是那些被奉为 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作品 也都有着自己的上一代参考 黑色电影之于赛博朋克 本身也是一次怀旧风潮 我们无法逃避怀旧 正如我们无法回避那些 真正对我们产生过影响的事物 这也是为什么怀旧的循环 总是会以20年到30年 为一个周期的原因 因为这个时间长度 也刚好是我们从一个吸收者 蜕变成为创作者 或者消费者所需的年限 这种不断尝试回到过去 追寻童年时代文化作品的行为 被作家斯维特莱纳·伯伊姆 称之为时间的防御机制 在他的论著中 伯伊姆创造性地将怀旧 与人们对现代时间的反抗 联系在一起 我们一次一次地回到过去 不是在寻求某个特定时刻的机 而是在寻找一种 一切都还来得及 一切都还充满新奇的心理状态 的确 在机械钟表被发明以前 现在几点了 并不总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对于时间的度量 也是以墓碑石盘这些相对温和的形式存在了 工业革命的发展 让时间被精确到分秒 含义等同于金钱 这时 怀旧便以一种防卫的姿态出现 它的首度定义 来自于17世纪的瑞典医生侯佛 彼时的医生相信 只需数十天的农活 或者一场远至阿尔卑斯山的旅行 便可以把这种表征为懒惰 幻听和忧郁的疫病治愈 在17世纪 怀旧是病 而在21世纪 它却就由互联网这一传播机制 变成了我们对抗焦虑的良方妙药 在一个私人时间与空间被不断挤占的年代里 追求怀旧 几乎等同于追求一种脑内小气般的舒适感 我们用怀旧划分人群 又在被划分出的人群中抱团取暖 获得狂欢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塞波朋克这一极具反叛精神的文化类型 本来不应该让我们感到舒适啊 朋友们 当年的霓虹雨夜 是为了营造人们对繁花世界的疏离感 如今在荧幕上再次看到这种情景的我们 反而会生出一种时空交错的熟悉感吧 当年植入云霄的巨型广告拍 是为了让我们联想到跨国企业和消费主义 如今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几十年的我们 还会因为一个广告牌而产生警惕吗 当我们以怀旧之名去消费一个讽刺消费的类型 不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也有点讽刺吗 伯伊姆在书中进一步的将符号化的怀旧 归结为一种没有罪咎感的历史 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将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维 选择性的忽略历史 用虚假的记忆杜撰一段集体神话 在科幻的类型中 这样的趋势其实应该更加为我们所警惕 因为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已经止步于怀旧 那么我们也将无法想象一个超越此刻的世界 而塞伯朋克所带给我们的舒适感 恰恰就来自于他所构建的 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 和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过去 所以问题又来了朋友们 既然我们无法逃避怀旧 而怀旧又必然导致批判的丧失 我们到底还能再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那段谈话里 威廉吉普森提到 引译杀手与神经漫游者之所以在视觉上如此相像 是因为两位创作者借鉴了相同作品 其实这段话还有后半句我们没说 那就是吉普森认为 是所以他们借鉴了相同一批作品 是因为两个人对未来一丝的看法 也有着相似的见解 对于这两位创作者来说 未来并不是从零开始的 正如我们现在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也都包含着过去的影子 我们未来会经历的事情 实际上已经在世界的某处发生 因此了解现在就是在试图描绘未来 我觉得这真的是吉普森 一以贯之的写作方法 《漫生三部曲》后 塞波朋克经过同时代影视作品发酵 已然成为一种可被效仿的潮流 吉普森自己也在探索新的写作方式 他开始尝试将视角放置到 一个更近的未来 甚至是现在 与2003年出版的《模式识别》 就讲述了一个跟潮流文化相关的故事 小说里面依然有我们熟悉的 巨型跨国公司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更加接近于 今天的新型企业 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通过市场调研 趋势预测 标签提取 和制定视觉化传播方案的方式 将一切处于萌芽的青年文化 炮制成流水线作品 供大众消费 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现状吗 其实在新千年后 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 值得被我们铭记 他们或许没有那些我们熟悉的视觉元素 但是在剥离了视觉的外表后 他们所探讨的 仍然是赛博朋克的核心 是人之何以为人的故事 可是这样的作品还算是赛博朋克吗 我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我只是在想 当我们今天再谈起赛博朋克 谈起布满霓虹 但却失去了朋克精神的作品时 我们是不是还能逃离自己的舒适区 再多做点什么呢 在布鲁斯斯特林发表赛博朋克宣言的40年后 关于赛博朋克是否已经灭亡的讨论 一直没有停歇 经历了一个难忘的2020年 我想说 赛博朋克不会消亡 他所提出的很多问题 正带我们解决 而如果我们无法想象另一种未来 大概是因为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 此刻生活的这个世界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音频新漫游指南 其实做完这期视频 我反而更加期待2077了 希望它能在相对传统世界元素外 带给我们更加值得回味的故事 关于赛博朋克的起源 发展和更多经典作品解析 欢迎朋友们登陆我们的机会网APP进行查看 另外近期还有一本非常精美的艺术设定集 赛博朋克2077的世界 也即将在合适开售 敬请大家期待 这里没有答案 只有这爱 我是开开 我们12月10号夜之城见 可是我都没有PS